还有这个责任呢是不是归属的问题也画得太清楚了 但是呢最后呢造成了民众的不便 现在流行骑脚踏车嘛 那么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河滨公园单车租借站呢 都有提供互通的这个服务 结果7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同学 从新北市板桥华江桥站呢 一路就骑到了台北市公馆 结果呢他的前轮爆胎了 就把他签啊签啊签到附近的警服租借站啊 想说可不可以帮他来补个胎 结果租借站的人员跟他讲说 啊你这个新北市的脚踏车我们台北市不修 最后还是劳动了华江站的人员牵车 再跑到警服会换车 让这位同学呢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 那为什么不帮他修呢 不是有互通服务吗 市府说呢双北租借站的厂商不一样 所以不敢随便动对方的车辆 但是呢补个轮胎这也不是一件多麻烦多大的大事 如果这样都没有办法帮忙这个协助 恐怕很难让大家幸福 就是破胎 然后我们签过来他就不给修 张同学很无奈 请着新北市借来的单车 骑到台北市坏了 签到邻近的租借站 寻求协助却被均于门外 我们也说要 因为我们说我们付钱啊 他们还是说不给修 他说因为这边是台北市 那边是新北市不给修 听到这句话让他当下相当气愤 时间回到今年7月2号 湛信同学从板桥滑江桥站借车一路骑到北市公馆 因为地滑滑岛单车前轮爆胎 签到警服站要求换胎被拒绝 最后只能联络滑江桥站的人员 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能离开 按照政府的服务的项目里面 我们会用道德签说 请他今天开始如果有发生这种问题 就要进场维修 市府强调 双北单车租借站厂商不同 虽然有签订合作条约 但其实只有策略合作 共同提供 笼统的八个字 导致两家不敢针对彼此车辆 进行任何维修 就怕弄坏要负责 不过只是补个胎 困难度有这么大吗 这样的解释 恐怕民众很难幸福 曾经的何国务 黄牧强 台北报导